所以我觉得说现阶段的我 当我遇到烦恼的时候 我只是会跟自己说 It's okay The situation will come to you 因为小时候还不懂 还没有那种自信 我就觉得说 可能有自信 那个自信是假的 就是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那种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可是现在不用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就是现在就是很 就是 就这样了 这就是三十而立的魅力啊 就很舒服啊 YES 933 我们的心理化 我就真的觉得你刚所分享的啊 就是很多的 尤其是亚洲家庭 他们会很向往 梦寐以求的一种生活 就是可以和 尤其是家人的关系 得到修复 然后就让我想到了 我最近在读一本书 是来自万特特 叫做 这世界很好 但你也不差 当中呢 他就有提到一段呢 是关于原生家庭的 他就说 我们是第一次当小孩 别人也是第一次当父母 世界上 没有那么多极端可恶 或者是完美无缺的父母 他们也只是呢 有着许多缺甜的普通人而已 这种时候呢 不必总去想说 哎呀 原生家庭到底欠了我什么 恰巧呢 是原生家庭 帮助我们看清自己 修复自己 而非用来怨恨 毕竟我们终其一生 都要为自己负责 我真的觉得他说这段话呢 有戳中我的点 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想说 哎呀 如果我的奶奶 她没有这么重男轻女 可能我的童年 会比较快乐一点 如果说我的爸爸妈妈 给我更多的爱跟包容 可能我长大之后 我就会更有自信一点 不会面对重重波折 但我觉得这段话 就是有所谓的敲醒我啦 很多时候 要不要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心理功课 是我们的一个责任 是我们自己的责任 我们只可以对自己负责 真的 所以我觉得很不容易耶 你的妈妈是 你说服她去接受心理辅导的 她自己说我要去的 她自己就在我们没有说话的那八个月里 是她自己通过有些朋友的介绍 他们鼓励她上这个课 那这个课是 我们的导师是从来自台湾 她叫嘉庆老师 然后她的课叫完全改变 哇 真的是翻转了你们的人生 对 真的是完全改变 然后我后来跟妈妈聊天 然后知道说 其实她有上这些课 然后妈妈就说 你可以陪我一起上吗 你可以陪我一起 我起初有点排斥 因为有点担心 我有点怕 我就说可能不懂 这个课程是不是ok的吗 或者是我就是怕 我很多不懂哪来的顾虑 你知道吗 后来我就想说 为什么我要这样narrow minded 我应该鼓励妈妈 我应该spotting一点 我应该说yes let's go 很难耶 你做到了 后来我就跟妈妈说 我说好 我们一起参加她的课程 后来我们也在嘉庆老师的课程上 我们还分享我们的经验 就是我们经历了什么 我们怎么去 从我们怎么去resolve 我们的conflict到我们怎么沟通 然后甚至 虽然有时候 我们现在偶尔还会斗嘴 一定会的啦 关系好也才会斗嘴 然后我就说 你不要忘记嘉庆老师跟你说什么 威胁她 不是威胁 她就是这个reminder 后来当我有时候 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就比如说我们 有时候就是可能工作上的不顺心 或者是 大姨妈来就这样 对或者PMS 对吗 有时候我在家 我就可能就是 可能心情不好 可能妈妈就问你去 你想吃饭吗 然后我就回一个 啊等一下啦 语气就很不好 后来妈妈就 你是不是问你 你就这样 以前我 我不会去catch我的情绪 可是现在我就会 我的那个语气有点不好 所以妈妈才会有这样的语气 我就跟妈妈说 妈咪我们可以重来一次吗 你可不可以再问我 你要吃饭吗 我会用个不同的语气来回答你 真的是眼觉人的思路 对 然后有时候她其实是非常 不想这么做 她有时自己也是 因为我有时这样回她的时候 她情绪就不开心嘛 会啦 然后我看得出 虽然她情绪不开心的时候 但是她也愿意try 跟我一起try 然后当她再问我多一次说 你现在饿了吗 想吃饭吗 然后我就说 妈咪 谢谢你 你为我煮饭 我想吃 我们可以一起吃饭吗 所以我们就会再来 来改变我们的那个情绪 然后接下来的那一天就很愉快 我们就不会因为说 可能那一点的那个情绪不好的时候 就影响到你一整天的情绪 毕竟女人还是记仇的 如果没有化解的话 一整天心情都烂 对 所以我们就 我们变得会很了解对方 互相提亮 然后就觉得说 哇 其实这样也很好玩 你妈是不是可能内心也有点想当演员 所以才会配合你做那个NGA 这样来 对 他是新吗 他是新吗 感觉你可以邀请他来节目 他会很乐意的分享 对 很希望耶 他有没有跟你分享过 他上这个课程 学到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点 有吗 他跟我说的是 当他上这个课程的时候 他其实也是抱着那种说 嗯 OK咯 改变 改变什么 我很好 改变什么 他走 然后后来当老师说的东西 其实有触碰到他心里 然后他才发现到说 其实如果他不改变 他不从自己改变的话 他没有办法开心 所以我觉得妈妈最大的收获是 他懂怎么去爱自己 当他爱他自己的时候 他才可以好好的来爱我 然后在那段期间 我也是发现到说 我只要懂得爱自己 我才能好好的去爱 我身边的每一个人 嗯 所以在我20岁的那段期间的时候 我还不懂怎么去爱我自己 嗯 所以从我偷偷入行 然后到我25岁26岁的时候 就是我离开新传媒的时候嘛 那段时候 因为我知道我情绪问题很严重 所以我就变成说 我拍戏的时候 我就尽量不用自己的情绪 因为他们都说 你抽不出情绪 你怎样怎样 我后来就把拍戏当成就是工作 但是其实拍戏是我的热爱 我的passion 我很喜欢的一份工作 可是到了后来 我就是因为想要满足就是 那个女一号的风范 那种 criteria 我就 我就 我就开始 失去自己 我就开始是说在表演的时候 我就说嗯 好啊 演戏 嗯 action 我就演一演 看来我就完全是不带情绪 但没有那个灵魂了 对 就开始为了而演而演 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就参加个road show 就拍完戏我们就参加个road show 我就在台上 当 当主持人认识的时候 啊当你演这个戏的时候 嗯 你的创造过程是怎样的 其实我打不出 嗯 我在那个moment 我知道我觉得自己很假 嗯 我就说 诶 陈欣奇 是谁 嗯 我 我突然间不认识我自己 然后我就觉得说 如果我再这样下去的话 我可能会真的 真正的迷失自己 嗯 所以我就 我就在那个时候做了决定说 我想要离开公司 然后就 想要去闯 去经历不同的人生 当时离开新传媒 我就进入中国 嗯 在中国有拍了一部电影 当时就一直去audition 其实我很 我很喜欢audition的那个 那个过程 因为我觉得通过audition 我可以 可以更了解 呃 角色 或者是可以更了解自己 然后当我自己觉得胆怯的时候 原来是自己 呃 不够 嗯 所以我会再去充实自己 所以其实在那段期间 我再慢慢地找回自己 后来 疫情发生了 嗯 然后疫情发生的时候就是 呃 没有工作嘛 那如果 我今天不是演员的话 那我是谁 嗯 因为你的自我价值 就跟这个行业 跟这个 所谓的角色 这个role 有着一个很密切的关系 你无法抽离了 但你自己的自我价值 是就是你与生俱来的啊 你本身就有的啊 其实今天你不是一个得过奖的演员 还是不是一个什么大公司的女企业老板 你的自我价值本来就已经从你出生的那一个就存在了 可是你看我从小就入行了 嗯 所以我就 我就很自然地就把我是演员 这个identity 嗯 跟我自己 我是谁 就是很很牢牢的紧扣住在一起 我就觉得说 哦 如果我不是演员 我什么都不是 嗯 这想法就非常的极端 嗯 而后来疫情就是它逼你放慢脚步 在疫情的时候 我是一个人在家 嗯 我是在那边坐 我就是想啊 没有工作 如果这个疫情 再多五年的话 到时我人老猪黄了 那怎么办 就有很多很消极的那种想法 嗯 然后我就觉得说 不行 我不能这样 嗯 如果我一直觉得说 我自己跳不出这个演员的框的话 嗯 那我觉得 我做人很失败 嗯 就是我觉得I'm more than just an actor Definitely 我就觉得说 哎 我想要了解自己 我的爱好是什么 嗯 我的 我的兴趣是什么 我想做的什么 我还有什么梦想 嗯 因为我觉得 以前我小时候 我有很多梦想啊 嗯 就后来长大之后 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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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认定了做演员 所以我就没有再去想 其他东西 后来就是 其实在疫情之前 我跟我的表姐就开了 呃 一家餐厅 然后也是在疫情期间 我们就 哦 no 我们开了餐厅 然后又 circuit breaker 我们要怎么办 我们是要 是要 是要怎么去 去经营 嗯 所以当时就 他开始 开始进入一个很depressed的一个 阶段 嗯 然后当时我的男朋友就一直 问我说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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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吗 嗯 你 你为什么 因为他是圈外人 所以他有点不太明白说 是 这个 这个演员的这个 这个想法 然后他当时就说 他就给我看了个视频 他说你看 在疫情期间 这些F1 driver 都不能去 开车啦 真的是很难人会讲的 对啊 可是你看他们 他们现在在 呃 online platform 他们在stream 他们玩游戏赛车 嗯 你不如 think out of the box 嗯嗯 然后我就 what do you mean 他就说 你平时在家喜欢玩游戏啊 你就不如就直播你玩游戏啊 后来我就是因为 受他的启发 然后就想好啊 那我就try哦 就开始尝试自己 自己没有尝试过的东西 所以在疫情期间 我就开始设立了我的twitch 每个星期三星期四都会都会上网 然后他跟我的 viewers一起玩游戏 那你现在啊我还蛮好奇的 就是人生这个过程嘛 我们不一定每时每刻都要领悟到什么 还是得到一个moral of the story 可是你现在回头看就是 现阶段三十岁的你 你会以怎么样的方式看待自己呢 我是一个演员 陈欣奇 我应该有怎么样怎样的一个形象 我是一个livestreamer 还是你就是跟自己自我沟通 跟自我认知 自我的一个self identity的时候 你觉得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吗 我其实跟人聊天的时候 我其实已经没有那种想法说 我是陈欣奇 我是演员 我是谁谁谁 其实很simple就是 I'm a human being 我就是个人 我是人 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 当我们有这些框框的时候 我们就变得没有人性化 我们就开始就是 就是不会 不会坦诚相对 或者是开始就是 这样过日子 但是我不想再那样过日子了 我想 现在的坦诚相对 是真正的坦诚相对 20岁的那种直率 坦诚 那种是 嗯 怎么说 年少 轻狂 对年少轻狂 年少无知 年少无知 对 但是我觉得我不后悔 但这也是经历的一部分 我人生的经历 对我 我也没有后悔 我其实也 也挺开心 我有过那样的经历 因为 这才叫做人生嘛 才造就了现阶段的你 对 所以其实现阶段的我 我很期待接我下一部戏 嗯 因为当你长大了之后 其实演戏 嗯 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是 你要学会怎么做人 嗯嗯嗯 如果你不会好好的做人的话 你其实是没有办法当 当一个好演员的 因为你不懂什么叫人性 当你创造一个角色的时候 如果这个角色 没有不人性化的话 你是不能产生共鸣的 嗯 所以我 我现在的这个 有这样的领悟 所以我在 接我的下一部戏的时候 嗯 我会非常非常的期待 因为我觉得我可以为角色 增贴很多色彩 嗯 让我的角色更有灵魂 更有层次度 对 现在有计划了吗 嗯 目前有 OK 目前有 但是还不能透露太多 因为 嗯 Not Confirm OK 这是已经 confirm了 但是 只是不能 透露太多 OK 但是我觉得这个 接下的角色是非常有挑战性的 嗯嗯嗯 对 所以也希望说 嗯 到时候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我相信 长大 这件事情 嗯 不会让我们 所谓的改变 有时候我不知道啦 但是 你懂 如果跟中学同学聚餐啊 小学同学聚餐 有时候他们会说 哎 你变了很多 还是什么什么 但我相信 长大 其实有时候 不会让我们改变 反而会让我们 更像自己 嗯 更清楚的知道 自己是谁 然后 以更加坚定的 这个思路 继续的过完 你接下来的 这个人生 嗯 那像是 对你来说 嗯 现阶段 30岁的你 当你面对 可能以前20岁 相同的烦恼 压力 焦虑 嗯 还有困惑 跟迷茫的时候 你现在的 应对方式 会有什么不一样呢 以前小时候 会觉得说 如果这个东西 不解决的话 我 我 就是它一直会 在你脑海里 一直一直 一直 on repeat 然后就让自己 觉得很 嗯 That's how you get anxiety right 就是你一直会觉得说 怎么办 怎么办 我没有 我找不到一个解决方法 It's floating Everything is floating 可是现在30岁的我 当我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还没有找到 解决方法的时候 我要跟自己想 It's okay It's fine You will find your solution 没有什么事 是过不去的 嗯 在小时候 你就觉得 啊 你以自己为中心 当你把自己拿 抽出来的时候 你不以自己 为中心的时候 其实生活很 很简单 很开心 然后 其实自己的烦恼 也没有很大 嗯 所以我觉得说 现阶段的我 当我遇到烦恼的时候 我只是会跟自己说 It's okay The solution will come to you 如果现阶段 找不到解决方法的话 那是因为 还不是时候 嗯 更加豁达 更是怀 对 而且更加自信 嗯 相信自己有能力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小时候还不懂 还没有那种自信 我觉得说 可能有自信 那个自信是假的 啊 就是哦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那种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可是现在不用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就是现在就是很 就是 就这样啦 这就是三十而立的魅力啊 就很舒服啊 很好 而且可以到这个点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 我觉得 很多时候我这样回顾我人生 我其实没有想到说 今天的成星期可以这么的 这么的relax 嗯嗯 很珍惜 对 要珍惜这样子 对 间阶段的自己 我其实在有一段期间的时候 我28 29 就是在COVID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 我还有在伤害自己 嗯 因为有时候情绪 但头脑过不了 过不了任何事情的时候 我就会 想各种方法的伤害自己 嗯 然后伤害自己 又不想被人家发现 所以我伤害自己的地方就是 你看不到的 嗯 所以 那朋友如果你看到我的话 你会觉得 诶 我我OK 但其实实际下 当我 我 我 可能我的 我的 都会在这里 或者是在叫 然后 有一天 妈妈就跟我说 你可以不要再伤害自己了吗 嗯 然后我就跟她说 我也不想的 嗯 然后她就抱着我 她就跟我说 你知道妈咪爱你 嗯 可以妈咪真的很爱你 你不要再伤害自己了 我很奇怪是从那个时候就 就 每当有那种想法的时候就 会想想 周围的人 嗯 如果我 我 我这么不爱自己的话 那我怎么去爱他们 嗯 所以我就自己要 振作 嗯 而且 现阶段的你 30岁 当然人生还是会有继续 更多 有更多的那种 懵懵懂懂 跟挑战嘛 可是我觉得 就算有懵懵懂懂 但是我有这个自信 我可以 我可以去应付 嗯 而且就好像 刚刚我们就说到你的红头发嘛 那个阶段的你就是比较冲 对 然后 也是勇敢 现在也是勇敢 但现在 诶 就是比较沉稳了 的感觉 我觉得其实在 红头发的时候 我其实那个时候有点 放纵自己 嗯 就 let it go 那种 我真的是 let it go 嗯 对 现在就更会 现在收放 会比较自由 我记得那时候我在 后来 后来自在四方之后 我就在拍那个 富贵平安 嗯 然后当时跟向云姐 有对手戏 然后当时我的戏的角色也是很暴躁 很冲动 就跟我自己的角色 就有时候 现在 也是光荣 哈哈哈哈 他太了解你了 光荣太了解我了 他可以当你的那个 干巴 对 他就 他就很清楚知道我 我可以拿捏怎样的角色 然后我可以 带出怎样的感觉 所以 光荣真的很懂我 哈哈哈 然后 呃 我就跟向云姐 我们就有聊天 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 妹妹啊 你要沉得住气 嗯 什么叫沉得住气 我很沉得住气啊 我ok啊 但是 但是现在 30岁的我这样回顾 看 以前 我是觉得说 哦 我现在终于明白 什么叫做沉得住气 而且你到了40岁50岁 应该还会有更有幸的领悟 对 所以我其实很期待 因为我觉得我20岁到 20到30的这个阶段 是我犯了很多错 我 我 但是 我犯错 但是我还是有机会 回来 而且你犯错才会学习呀 对 所以我觉得 不要 不要害怕犯错 嗯 因为只有你犯错 你才知道该怎么去走对的路 嗯嗯嗯 如果你没有走错路的话 你的人生就是一个最大的错路 哈哈 然后我就会 我当时不明白这个 这个这个说法 因为我就说 如果一生没有 一生中没有犯错 那很好就是你 你很懂得怎么去 怎么去这样 后来现在的我发现到说 哇 原来如果一生中没有犯错的话 嗯 你永远没有办法进步 嗯 这也是一种勇气 Like I believe Vulnerability is courage 对 你愿意犯错 愿意面对可能不完美的自己 也代表说这是一种勇气的表现跟练习 那么现在我们刚回顾了20岁 我们也谈了现阶段的你 我们放远长一点啦 虽然感觉40岁很遥远 然后也有点恐怖对女人来说 其实不会 不会 其实我觉得我很崇拜的一个演员是 Audrey Happen 哦 Legend 对 而且她是age gracefully 她在每一段阶段她都很优雅 她都很自信 所以我觉得我们女人或者是男人都该有这样的自信 就是age is just a number 而且有一天生老病死是个很自然的一个 ok不要生老病死 生老死 嗯嗯 不要生老病死 我们生老死 我们健健康康的 对 是个很自然的一个过程 我现在笑的时候我有作文 我很开心 我有作文咧 我觉得说是虽然有作文 但是我觉得我不会为这个东西而觉得烦恼 反正我觉得是我长大了 我成熟了 这些都是学过的 学习过的痕迹 我哭过的痕迹 我成长的痕迹 我很proud 我很自豪 我有这些作文 这代表说 我在不断的进步 我在不断的往前走 我们人生也只能往前走嘛 是 对吗 人生的终点是什么 就是死亡 嗯 那我们从生到死的这个阶段 这个过程 要怎么好好的活着是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 嗯 很多时候我们拍 以前我年轻时候拍戏 嗯 我很急着演结果 嗯 我其实忘了怎么去享受这个过程 这跟我们生活是一样的道理 嗯 比如说我们是觉得很敢 我们要敢去这个地点 敢去这个 我们敢做这个 我的人生目标 我二十 二十 二十几岁要做这个做这个 我三十五岁要做这个这个这个 但是当你在 你在设立这些目标的时候 你其实忘了怎么好好的去活着 嗯 你每一天跟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你跟父母的相处 你跟你周围朋友的相处 你其实都会忽略到 嗯 忽略掉这些部分 嗯 然后现在的我就是享受过程 be present be present 对 嗯 然后当我越present的时候 我就会越兴奋 嗯 兴奋的点是因为我知道 当我拍戏的时候 我会更享受这个过程 好期待你的下一部戏哦 因为以前我拍戏的时候 我就一直一直很急着眼结果 像一个哭戏 可能还没有action 已经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打转了 但是其实有时候 人生就是个过程嘛 可能到时候我不爱你了 你发现到 诶对方不爱你了 到你接受 然后到你哭 他是有一个过程的 嗯 所以一个好的演员 就要懂得怎么做人 那你有想过就是四十岁的你 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模样吗 或者你希望你的四十岁 长什么样子 哇 到时候就可能有孩子 嗯 就有不一样的烦恼 看着孩子的成长过程 然后我也会想说 怎样可以给他们一个 嗯 一个很安全的一个环境 就是他们不管在外面 发生什么事 他们会回到家里 他们总会有个避风港 嗯 而且我觉得 那个时候会有不同的烦恼 但是我很自信的是 我可以一一地把它解决掉 嗯 或者是我可以有不同的人生领悟 嗯 然后最近就是我跟我妈有有有有有这个话题就是 你还不要生孩子啊 你还不要结婚啊 然后我就跟我妈说 我说其实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 我说其实不是我不想结婚 不是我不想要孩子 只是我觉得我还在 我还要求 嗯 有些地方有些新的部分 其实我跟我妈妈已经 已经求的差不多了 但是还是有一些部分 是我自己要去有这个一个领悟 或者是去understand 可能有了孩子我才有这个领悟 我也不知道 嗯 可是到目前为止 这个有一些部分是 我还不太了解的 嗯 所以我还在 比如说 如果我有孩子的话 如果他们做错事 我会打他们吗 嗯 我会用怎样的 的教育方法 的教育方法 然后如果 万一我情绪不稳定的话 那我会不会像 就是你会 会怕有一个循环 对 然后我就发现到一个 嗯 很 很important的事情 是很重要的事情是 I need to heal myself enough 嗯 so that I can be responsible for myself responsible for my kids 嗯 所以今年我其实会去动卵 会去什么 动卵 哦 动卵 就是freeze for the eggs 哦 已经决定好了 呃 就是现在就在等 government pass那个bill 嗯 所以当政府批的话 我就会去动卵 嗯 其实我在 动卵的这个话题 其实我在我二十 二十多岁的时候 我在一个反弹的时候 也是有说过 嗯 这个东西 然后 三十岁了 嗯 然后希望今年可以实现 这个愿望 好 人生有目标 是我们必须做的 但有时候人生 也可以预留一些 未知的惊喜 对 所以 安排之后 安排接下来的步怎么做 可是有时候 我们留点空间给惊喜 我觉得也是 很棒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 要对孩子负责任 我要对自己负责任 因为孩子没有选择 来到这个世界上 嗯 如果今天是我要个孩子的话 是我决定 嗯 要把这个孩子 带来这个世界上 那我 其实需要对这个孩子 负一辈子的责任的 嗯 然后 到他可以长大成人 然后可以 走自己的路 嗯 我才可以 去做我自己的东西 是 哇 今天非常谢谢 辛琪 分享这么多 我觉得这段时间 你真的是想了很多 嗯 然后 这些越深的东西挖出来 人家听了就会越有共鸣 所以在迈向40岁之前 当然你说嘛 30岁就是要享受 现在享受过程 Be present 那么今天也是有一份 小小的礼物要送给你 哎 来来来 这份礼物呢 非常小啦 不要不要 不要太大的 expectation 就是呢 嗯 送你这个阶段 还有 在40岁来临之前 的一个祝福 谢谢 你可以随机来抽 好 你刚刚说你喜欢绿色 你会抽什么颜色 现在我想抽黄色 好 我喜欢青色和黄色 安宁 是的 Peace 我觉得很准 我可以 继续写你所有的领悟 跟想法 还有目标 是 安宁 Peace 安宁 Peace 对 Peace of mine 忙碌的新加坡 我们非常需要 可是有时候呢 会忽略的一件事情 那么最后最后 还有什么话 想说呢 尤其是对于在看节目 可能 在心理状态方面 希望可以提升 或者是在不同阶段的女性 Don't take it too hard 就是 我不想说 我不想很clicé的说 你要爱自己 但是我觉得说 对自己好一点 因为 这一生 你要跟自己 度过很多很多的时光 所以 对自己好一点 是的 对自己好一点 我们现在就是要去 放饭吃午餐了 是 好好的照顾我们自己的身体 今天谢谢朱莉 陈欣奇 谢谢 哈喽你好 我是来自 YES933的DJ 也是呢 这个podcast的主持人 我是启家 我是Yves 非常谢谢你收听 我的全新podcast 我们的心理话 每星期四 五月十二点钟 将会更新一集 你可以通过 Millicent Spotify Apple Podcast 跟Google Podcast 收听 请不吝点赞